陳醫生, 你好 陳醫生 你好… 陳醫生, 想問 幼童的小朋友 其實應不應該跟他們… 這麼小的時候跟他們交流 跟他們接觸, 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其實如果跟小朋友… 跟大人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觸 其實對他們的情緒發展很重要 另外, 也會對他們的言語發展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跟大人溝通接觸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表情、動作 我們跟他們的交流就會更加緊密 同時我們看到大人說話的時候 每說一個字, 其實他的嘴唇的動作是怎樣 他的舌頭是怎樣放的 他的抑揚頓挫是怎樣跟著表情 其實也會令小朋友對咬字更加清晰 他說話的語調更加合切 不過其實小朋友是從何時開始 可以真的觀察到大人說話 或者是他們的情緒呢 其實很小的時候就會開始觀察到 在美國一個小朋友的實驗 在哈佛大陸做的 小到一歲 其實已經跟媽媽有很密切的聯繫 小朋友會看到媽媽的表情動作 會有互相交流的情況 但當媽媽突然板起臉 小朋友少過一秒就馬上發現 好像不太對勁 就會嘗試做各種不同的表情動作 開心、笑、拍手 來吸引媽媽的注意 如果媽媽一直板起臉 小朋友會變得很不開心 然後就會生氣 是, 但其實像我表妹一樣 她生了一個女兒 差不多一出生就開始戴口罩 其實小朋友學習語言 或者學習如何接收情緒 都是透過面部的表情 或者說話的口型 但現在我們經常戴口罩 對她們有什麼影響? 她們看不到 其實真的有影響 因為我們好像一個互相交流的渠道 被口罩遮住了 小朋友看不到大人的表情動作 也看不到她們說話的嘴唇動作 對, 連笑和不笑都看不到 對, 令她看不到大人的交流 令她們了解自己情感的程度 就會降低, 就會變成對自己的情感 不要太了解 然後就會更加容易發脾氣 以我所知, 有些幼童 就當作口罩是一個保護 如果我除了她再跟朋友聊天的話 跟長輩聊天的話 會不會對她的心味壓力有影響呢? 其實她差不多一出生就戴了口罩那麼久 其實也會習慣戴著口罩的狀態 突然叫她脫下的話 其實她可能會覺得有點焦慮 以及會覺得有點緊張 跟人聊天的時候 可能就會很害怕 我想問, 其實小朋友幼童 很多都是家長新教的 戴口罩期間 其實家長又應該怎樣教她 去洞悉別人口罩後面的情緒呢? 其實如果現在這樣的狀況 已經是很少社交場合 可以看到其他人不戴口罩的真面目 所以我們在家比較安全的情況下 就要增加我們有質量的交流 譬如家長可以多點跟小朋友 有分享他們日常生活的開心事 或者不開心的事 小朋友課學的時間 他們發生了什麼 儘量鼓勵他們說出來 增加互相之間,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另外, 我們的質量很重要 所以不要經常… 你有你玩是你的電腦 我有我玩是我的平板 大家都沒有交流, 其實就不太好了 所以增加質量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除了戴口罩這個問題之外 我也知道有很多家長 因為怕了疫情 很少帶小朋友出外 直接走動也少了 如果長期選擇性地帶小朋友 去戶外或出外的話 對他們的情緒 或者對他們的健康發展 有沒有什麼影響? 如果長期留在室內的話 當然會影響他們的發育 最基本, 是嗎? 如果在安全情況之下 應該多帶小朋友外出外 第一, 讓他們多見新事物 熟習新環境 日後可以復償的時間 我們也不會那麼緊張 不會覺得手足無措 這是第一 第二, 可以學習外面社會的規矩 例如原來坐巴士要排隊 玩籤抽也要排隊 不可以說我一喜歡就衝上去 這些學習社會的秩序 都是很重要的 另外, 如果外出的話 可以學習到跟陌生人的交流 不會只局限於家裡幾個人的表情 以及他們的語氣 不過我有個朋友 他家裡有幼童 就算不是經常外出 他會邀請很多朋友去他的家 幼童就可以跟他很多朋友聊天 我感覺他們的言語或情緒發展 也挺好 因為對得人多, 對吧 對, 越對得人多, 越熟習 越熟習的時間自然做得越好 作為家長, 怎樣才能真正了解 究竟這個幼童 有沒有在原意發展有些問題呢 你的小朋友一定是說話 在嘖嘖嘖嘖嘖嘖 怎樣去察覺呢 其實我們跟同齡的小朋友比較 一般普通的指標 大約一歲半左右的小朋友 應該可以說單字或詞語 到兩歲半的時候 應該可以說完整句子 到四、五歲 應該可以說一些簡單的故事 可以聚述他日常生活 發生什麼事 如果小朋友做不到這些事 就有可能學習遲緩 或者他言語發展比較慢 去到什麼程度 家長覺得 我要不要帶你去看醫生呢 如果真的發展有遲緩的話 應該及早找專業人士去了解 看看他是不是有需要接受訓練 或者接受其他心理治療 甚至如果他在室外的環境 或者街外的環境不守規矩 或者過度活躍的話 可能會有其他病 可能甚至需要吃藥 在你這麼多個案當中 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個案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過往的三年 其實多了很多小朋友 緊張和焦慮的情況 我其中一個小朋友 他自他出生 然後就讀幼稚園 其實一直都是上網課的 老師也不察覺有任何問題 叫他跳舞 他就在家裡很開心地跳舞 叫他舉手答問題 他就很開心地舉手 答問題所有事情都很流暢 不過一復課之後上實體課 他就會很緊張、很害怕 很緊張、沒有表情 然後就跟媽媽說回來 媽媽就帶他來看我 就發現那小朋友真的有一些社交的焦慮 因為太久沒有見過人 我們就跟他做一些治療 教教學校如何處理小朋友的情緒 到最後小朋友都可以正正常常地發學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那這些治療其實為期多久呢 其實都視乎小朋友適應的時間 那小朋友我們就把那些學校老師 給他的指令逐步簡化 簡化到一些他很緊張、很怕縮 他也做得到的 當他做得到的時間 他就會…原來我做得到 他又放鬆一點 再複雜一點,我又做得到 他又會再放鬆一點 慢慢就正常了 其實小朋友如果他發現自己有信心的話 很快也可以康復 焦神馬 皇相羨 吃